报复一个人最好的方式,不是翻脸,而是攻心,林子大了,什么鸟都有,人多的地方,鬼也在其中,稍有不慎,就会遇到攻击你的人,在明处或在暗处,可是如何报复那些攻击你的人呢?有人认为,我马上和他翻脸。 也有人说,如果对方是你的父母或者老板,你能翻脸吗?南征教中说,用兵之道,攻心为上,攻城为下,心战为上,兵战为下。 任何事态,静由心生,静随心转,若你能操控对方的心,那么你报复谁?都会很彻底,还不留痕迹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让人灰心,可以承虚而入,当一个人心灰意冷的时候,对外的攻击力是很小的,还没有开始,就已经输了气势,甚至做好了逃之夭夭的准备。 有一个词语,叫必施就须,我们从最虚弱的地方开始攻击,效果是最佳的,南宋史,有一个将军,叫必在狱,他在陆河之战中,借助夜色,让士兵撤出军营,把一些穿着铠甲的稻草人,摆在军营里。 因为军营地势低洼,金兵就采用了放水淹宋军营的方法。 水放了一夜,到第二天一大早,才发现,军营里都是稻草人,对宋军毫无伤害,金兵忙碌一夜,无功而返,非常沮丧。 接着,宋军从不远处摇旗呐喊,金兵迅速逃走,无心恋战,有句谚语说的好,不怕百战失利,就怕灰心丧气。 你只要让对方灰心了,你就胜过了对方,让人灰心的方法有很多,比方说,对方要干什么,你就说风凉话,对方刚刚有起色,你就给他分析一系列的困难。 对方算计你的人,你总是阳光积极,对方讽刺挖苦你的时候,你无动于衷。 一致房间,用巧劲,战国时的某一天,彭娟听说魏国招贤那事,就立马辞别老师鬼谷子。 孙斌同学,看到彭娟要离开,依依不舍,一直送彭娟到大路口,孙斌说,勿忘我。 彭娟说,你以后下山就来找我。过了一段时间,孙斌学有所成,直接就去了魏国,毕竟,投奔老同学还是有戏的,此时的彭娟已经是魏国的将军了,名气很大,孙斌到了魏国,被彭娟当成做上宾,还介绍给魏王,说,我们同学一场,以后一起辅佐魏国,共享富贵。 魏王让孙斌布阵,彭娟在一旁看着,茫茫然,不知是什么阵法,孙斌说,这是颠倒八门阵。 彭娟立马嫉妒起来,然后捏造事实,说孙斌要叛逃,魏王一气之下,下令割掉孙斌的膝盖骨,脸上刺撕通外国四字,接着,彭娟让孙斌把兵法写下来,避免失传,孙斌顿悟,自己被彭娟利用了,但是他没有马上翻脸, 而是反复拖延写兵法的时间,孙斌还打开了鬼骨子给的锦囊,炸风魔,和强悍的人争斗,你肯定要输,不能立敌,那就只能智取。 第一时间,就是保存自己的生命,保证有生力量,按照已知房间的方式,就是说以后办事,要更加谨慎,多长几个心眼,不要进一步被对方伤害了,智慧就是你的盾牌,是你洞察一切的根本,你慢慢收敛自己的内心,减少真情流露,对方也会忌惮你几分。 其一,你继续学习,把痛苦转变成经验,不让自己二次伤害,其二,你要察言观色,寻找对方的薄弱之处,看看如何打击,其三,你守住自己的真性情,用假动作去迷惑对方,避免对方愤怒,狗急跳墙,温柔。 但却有力量,在电视剧《甄嬛传》中,甄嬛出入宫中,被封为晚常在,有一日,他在花园里荡秋千,遇到了一位正直圣宠的于答应,那时,甄嬛因为装病未曾逝起,所以大家都以为他失宠,在宫中地位一定不高,于是那位于答应便以此出言不逊,甄嬛也不畏惧,用宫中礼仪归训,说皇上喜欢礼仪周全的人,但是他见了自己,却并未行大礼。 于答应心高气傲,直言甄嬛失宠,不配让他行大礼,哪怕身边的侍女也提醒他,晚常在的位分的确在你之上。 但却依旧遭到对方一个巴掌的怒骂,这时,正站在身后的皇上,也听见两人对话,将那位答应训斥了一顿,他才乖乖对甄嬛道歉请安。 面对对方理直气壮的冒犯,甄嬛一直都表现得不慌不忙,不急不躁,平静地坐在鞦韆上看着对方,这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,迷路星于左而目不顺地镇定自若,确实让人佩服,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,人若犯我,那便无需在客气里让了,让人死心可以彻底了断。 庄子中说,福哀莫大于心死,而人死亦次致。 当一个人死心了,那么他对生命都没有什么期待了,想一想,他都自生自灭了,你报复他的一切目的,不是都实现了,稀罕的朱买臣,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侨夫,他一边砍柴,一边读书,有孩童跟在后面,不断嘲笑,他的妻子健壮,就说,你一个砍柴的人,还指望什么功名? 让人笑话,他说,我五十岁之后,可以做官,你忍一忍吧。 妻子不能忍受,坚持要离婚,多年后,朱买臣做会计太守,然后一锦还乡,前妻看到朱买臣的车队,表示羡慕,还表示能否修好。 朱买臣端起一盆水,倒在地上,说,你能把地上的水捡起来吗? 前妻顿时就死心了,没多久,选择了自尽,总有一些感情,烂人烂事,需要彻底了断,当断不断,反受其乱,最彻底的了断,不是谋害对方,而是让对方死心,不再纠缠,不再对你有什么指望。 从此,路归路,桥归桥,你要报复的人,不再打扰你,妨碍你,那也是一种成功,百合得当,能进退,鬼谷子在。 百合中写道,阳动而行,阴止而藏,阳动而出,阴隐而入,阳远中阴,阴即反阳。 百合之术,以阴阳之道为主旨,你可以藏起来,也可以亮出来,能顺势而为,那么你就能掌握局面的主动权了。 一开始,孙斌没有看清彭娟,自己什么都亮出来,因而很是被动,后来,孙斌懂得隐忍,藏好自己的智慧,根据彭娟的行为来安排自己的行动,因此每次都能赢。 当彭娟被灭之后,孙斌也选择了隐退,人不在江湖,就没有了江湖的纷纷扰扰,万事万物都有运行的规则,人也是如此,花五百日红。 你今天把对手报复了,但是你明天还在江湖,又会有更多的对手。 圆圆相报核实了,掌握对抗的主动权,你能赢一局,主动把握自己的进退,你能够赢一生,做人,张持有度,进退有序,被人伤害的可能性就小一些,你也能活得游刃有余,让人分心,可以错其锐气,你可以一心两用吗? 大概率是不能的,就算你做得到,也是暂时如此,在某些熟悉的事上如此,不可能长期如此,现实告诉你,一个人到处分心,就一处也得不到美满的结果。 春秋时的吴王夫差,本是一方霸主,把岳王勾剑变成了自己的奴仆,当他得到美女西施之后,就开始荒废朝政,还忽视了对手勾剑的存在。 吴王为西施打造宫殿,一直在嬉闹,勾剑却在努力建设军队,带着大家攻耕,终于,勾剑打败了吴王,三千月甲可吞吾,平时,你遇到不喜欢的人,就用言语干扰他,故意吐槽他的缺点,频繁说他的痛处,指责他的家人不道德。 你故意说出错误的答案,都可以让对方分心,心里有了很多的东西,同时存在几种目标,就会变得迷茫,产生内耗,领悟,报复一个人,刻意攻心,与此同时,你还得问一问自己的良心。 别把自己变成了小人,作家毛母说过,良心是我们每个人心头的岗上,他在那里执勤站岗,监视着我们别做出违法的事情来。 看对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,学会因人而异的报复方式,可以挽救的,就让其成心,不想交往的,就让其死心,需要碾压的,就让他灰心,存在竞争的,就让他分心,学习一些攻心术,让自己在社交中,把握主动权,不困在其中,与人交往,别总是打打杀杀,要多用心才好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